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面我们知道呢 这个公民申请 入籍申请需要填写的表 叫N400表 这个移民表格呢 这个版本经常更新 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只接受最新的版本 怎样查看呢 可以看移民局的网站 比如说N400表呢 目前的版本是2016年12月23号出来的 所以呢 过一段时间以后 可能还会有新表出来 对于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 入籍N400表填写以及过后面谈的时候 有可能可以不用考英文 简单来说 如果到55岁以及拿绿卡满15年 可以用中文来考公民知识 或者呢 年满50岁 拿绿卡满20年也可以 或者呢 如果有身体原因 有医生证明也可以 那医生需要填相关的表格 这个表叫N648表 那么如果已经年满65岁 并且有20年绿卡 那么不但可以用中文考 而且呢 可以考精简版的公民知识 这个题目会更简单一些 这个N400表可以在网上提交 当然也可以邮寄来提交 如果在网上呢 也可以在网上付费 如果邮寄呢 像住在马里兰州的申请人 需要邮寄到德州的处理中心 申请费呢 目前是725美元 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支票来支付 对于75岁以上的申请人呢 只要付640美元就行了 不用付biometric fee 打指纹的85美元 需要什么文件呢 一般来说 需要绿卡的复印件 正反两面 然后如果是已婚 需要结婚证书 还需要你目前的护照 比如中国护照的复印件 还有呢 要住址的信息 个人信息 然后一般来说 需要不能欠税 后面呢 在具体介绍N400表的组成部分的时候 我们还会看到 另外呢 有一点需要注意呢 如果你的绿卡已经过期了 甚至丢失了 或者即将过期 那么在提交公民入籍申请的同时 还是应当考虑申请换发或者补发绿卡 不能说我就要申请入籍了 我的绿卡就反正也没用了 不要了 因为大家知道呢 现在入籍申请 有时候可能要相当的时间 一年以上才能批准 所以呢 在这期间如果你要旅行啊 或者是别的时候 要证明绿卡身份 可以先到本地的移民局办公室 在护照上盖一个章 证明你的绿卡持有人身份 同时还要考虑换发或者补发绿卡 那么下面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这个N400表的内容 以及如何填写 这个表目前一共有20页厂 分成十几个部分 下面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第一呢 是申请人的申请入籍的资格 对大部分我们的观众来说 可能是拿到绿卡以后满五年可以申请入籍 下面第二部分呢 是个人的信息 包括你的姓名 曾用名 改名记录 社会安全号码 性别 出生日期 拿到绿卡的日期 出生在哪个国家 目前是哪个国家的公民 还有呢 是否有残疾 不能考英语 这个我们前面说到 需要有医生的N648表证明 然后以及或者其他的 如果年纪大了 拿绿卡时间长 符合免考英语的资格 下面第三部分是说呢 申请人是否有其他的身体原因 需要特别的帮助 比如说有视力方面 听力方面 或者其他方面的残疾 第四部分呢 是问申请人的联系信息 包括申请人的电话 Email地址等等 第五部分呢 是居住地址和邮寄通信的地址 这个呢 不仅仅包括当前的 还有过去五年你住过的地方的居住地址 包括搬入和搬出的日期 精确到日 如果有的人说啊 我不记得我过去是 什么时候搬进或者搬出的了 那么最好能够记住的认为是什么时间 要填在标上 第六部分呢 是申请人父母的信息 你的父母是否在你18岁以前 两个人结了婚 然后母亲是不是美国公民 如果是 要填更多信息 父亲是不是美国公民 如果是 同样要填更多信息 接下来第七部分是个人的生理情况 包括你是哪个种族 身高 体重 眼睛的颜色 头发的颜色等等 第八部分是工作信息 包括你目前的雇主 名称 地址 工作的旗旨日期 职位等等 以及过去五年你的相应的工作信息 工作地点 职位 或者如果你在上学 那么学校的信息 如果你已经退休超过五年呢 那只要写退休了就可以 第九部分是说 在过去五年里面 你在美国境外待的时间 包括你离开美国的时间 和回到美国的时间 只要是离开美国超过24小时的旅行 包括你坐邮轮 去加勒比海 或者短期去墨西哥 加拿大 超过24小时离开美国 都需要写上 第十部分呢 是婚姻历史 目前的婚姻状况 结过几次婚 如果目前是以婚状态 需要写配偶的信息 姓名 曾用名 出生日期 结婚日期 地址 工作情况 是否是美国公民 他的国籍和移民状态 还有目前的配偶 此前是否曾经另外结过婚 婚姻历史 如果目前不是已婚状态 但是呢 曾经结过婚 那么需要写前配偶的类似的信息 包括婚姻结束的原因 比如离婚 丧偶等等 第十一部分呢 是孩子的信息 你的所有的孩子 包括婚姻的 非婚姻的 包括已经去世的 甚至失踪的 在美国出生的 在其他国家出生的 和你目前住在一起的 以及没有住在一起的 还有包括继子女 养子女等等 当然养子女呢 需要建立正式的收养关系 这些子女呢 他们的姓名 出生日期 然后出生和目前居住的国家 地址等等 要写这些信息 这是第十一部分 第十二部分呢 是额外的个人信息 这一部分很长 问题很多 一共有五十个问题 相当于爱斯巴吾表上 具体问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一会儿我们在 这个视频的下篇 我们再单独讲到这一部分 那么重复说一下呢 我们这个视频的主题是 恩斯巴表如何填写 如何加入美国籍 比如对很多 目前持有绿卡的人 他可能是独生子女 或者因为各种原因 需要照顾父母 那么在加入美国籍以后呢 可以为父母搬绿卡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 福利和便利 所以呢 符合条件的人 还是应当认真考虑 加入美国籍 好 我们下面的视频 会讲到恩斯巴表 剩余的部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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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